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片來簡短測試一下 治療這個東西搭配暴擊的效果喔 氣泡影這隻角色 施展技能的時候可以提升全隊的暴擊率提升了15% 然後加上我自己又有暴擊率的建築物 看一下喔 我這邊目前暴擊率氣泡影這邊是10% 所以搭配了他的技能的話開招是25% 因為寶物百度者鐮刀這邊是提升11.8% 關卡這邊的話我就直接選6隻25 因為我自己這邊正在刷我的那個暴擊率的配方 好那我們就直接不開招的方式來做測試 有真的角色快要葛掉的時候 我們再來放補師來補就好了 這邊有看到嗎 暴擊直接寫1085 角色快葛掉了這邊幫忙補一下血 又有出現暴擊了 這邊怪太多了這邊先把他清一下 這邊又有顯示一個暴擊1093喔 應該有看到嗎 暴擊這邊顯示859 以上的測試只是讓玩家們更明白 暴擊率這個東西在薑餅人王國還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 然後這邊再來幫大家複習一下其他加成的角色喔 第一個我們氣泡飲剛剛已經有講過了嘛 這個是暴擊的加成 第二個石油這個他是我們攻擊力的加成 第三個薄荷黑巧克力餅乾 他這個是攻擊速度的加成 畢竟遊戲還在新的魔索階段 所以這部影片讓玩家們可以更理解 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搭配方式等著我們去挖掘這樣子 就簡單的影片來補充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啦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喜歡 慢 慢 一 慢 按讚